大家好,是Ted 今天来带来的是中韩对战的一个团队赛 在前面的一把里面的话 天王是以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波 是把令直接双框给摁倒了 然后这一把的话 韩国对方是直接派出了木人来跟SKY打一把 其实木盖大战 这个真的是打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虽然说几十年是有点夸张 但是呢,你们要知道 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吧 好,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 还是进入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淘宝推荐环节 今天咱们的一个淘宝推荐环节呢 就是一个24K帝王纯牛肉粒 这个牛肉粒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入口即化,然后稍带一点弹性 XO酱把里面的牛肉的味道是提的更鲜了 来一发吧,同学们,绝对不会后悔的 我打这个广告了 我们在旁边笑死了 好,我们要进入这场比赛的一个主题了 好,在那个说这场比赛之前呢 我们还是来说一下那个微信同学们的一个留言是吧 来自微信同学的一个CK这个同学说 他说Ted前两天我跟我妹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我问我妹一个问题就说 你知道魔兽界里面谁最色情吗 然后他妹妹直接说了啥 是Sky吧 然后这个当哥的直接愣住了 瞬间明白的时候发现这些白火了那么多年 其实在这的话真的可以给大家爆料一集是吧 哪怕我是领天王的一个工资的 但是我真的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曾经天王那个硬盘里面都是用TB来计算的 而不是用GB来计算的 然后呢,具体你们就懂的 谁是魔兽界里面最色情的 好,今天就到这了 爆料到这为止 请大家不要去挑那些大小报告 万一我黑了的话没工资了 我跟他说我会化悲痛为饭量 等会临时垫着的临时全部我吃完了 你们就没得吃了 好,孟文这一把的话是直接用的一个DH的一个开局 家里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摆放 但是天王这边是有点不一样的啊 天王好像是算到了 孟文这一把应该会家里一来练这个533 所以说这一把他也不练533了 而且直接选择是一个开分框的一个举动 孟文这边的话精灵还是第一时间到了 为什么说孟文他很强 强就强在 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跟规划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会向你非常深的就是说 在我07年的时候 我去德国打W3L线下总决赛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出国 然后当时我现在打M1M嘛 然后我碰到孟文了 我跟他打SV上地图的时候 他那个精灵给我的印象就是说 哪都有他 真的就属于哪都有这个精灵 是非常非常的恶心的 而且每当你发现他的时候 就说你刚看到他 他这个精灵就在动了 因为他知道你要打他就开始跑了 这的话孟文是利用一个DH升陷技是烧扰了SKY一连 不过这个DH真的是拿命来烧扰啊 一级DH 你说他去自杀好还是不自杀好 但TP的话又有点亏 SKY这里是一个双线的一个来逼迫这个DH一个犯错 这个DH是利用他的一个各种走位 但是你这个跑得了河东跑不了河西啊 天王这个大法师手上有加酒的爪子一发的一个点射 直接把这个DH点了一脸 晒前的话刚才也是说了 天王的硬盘里面是以TP来说的 说他经常就会皮皮皮人家一脸是吧 好这边的话孟文是死在一个DH 其实这里来说的话 一DH我真的觉得像刚才的情况 死了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其实我个人感觉吧是吧 我要是孟文 就只要往全水里面跑啊是吧 被怪打死的也不能被天王皮皮一脸啊 天王这里的话是直接把TP卖掉了以后 换了一双鞋跟一个粉 现在打暗夜的话 天王当年是比较偏压式的一个打法 这里手上有加酒的爪子 打着又是那么自信 你这个于谁想跑 粉一傻活生的给他点死了 在击杀掉了对方一个AC以后的话 天王这边有很长的时间 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真的是属于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从这开始 孟文的话复活了DH以后 现在他的一个思路是非常的直接啊 就是要把天王的一个疯狂给先制住 不过天王也是知道的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在压制对方的时候 自己在后面开框 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说 是一件非常非常好处 有好处的一个事 因为打暗夜的话 你一旦在家皮育防守的话 暗夜可以在外面多线的一个开框 也可以来一个家里直接攀山本爆熊 这里的话孟文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反正家里是不能被对方给牵着走 现在魔兽打了那么多年 最关键就是说在一个节奏的一个思路里面的话 千万不要掉进对方那个节奏了 因为掉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久久不能自拔 根本就属于拔不出来的 现在天王的话 步兵是到处在分着打对方的一个精灵 你可以看到这里满地图的都是白色的一个点 也可以看到天王这一把已经想好了 就是多线烧倒打死的孟文 因为他这边的话 双框在手也是完全不虚的 孟文去中间的话 准备买一个熊猫出来 看出来了 这一把双方的一个思路就是 都是以进攻来当一个防守来打的 孟文就是想的 我烧了你的疯狂 逼迫你回来 但Sky就是那么想的 我烧了你的一个精灵和二本建筑 逼迫你回来防守的 就看这一把谁更刚了呀 现在的话 孟文两个英雄是走到Sky加疯狂这的话 献祭配合这一个火 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杀伤力的 但天王这里好像是完全不管家里的一个小弟了 可以看到天王真的是属于一个喜新厌旧的人 前方的一个步兵是不停的在出来 后方的一个农民是不停的在死亡 这边的话 DH是在砍着这些红血的一个步兵 这里天王也是不管了 疯狂就是一个诱饵是吧 你要打我的矿可以随便你打 但你想拆了这个矿的话就非常非常难了 你说AC这个东西拆矿是 确实有点难度系数太高了 在天王那个回程回来以后 传送回来以后 点死掉了一个AC 这边有二级的一个水坝吧 你说AC面对这种加九爪子的一个大法 是真的是属于站不住啊 现在的话 孟文是两个英雄击杀了不少的一个农民以后 看到这一票的一个农民 离家就是那么近 但死活就是不让你到家的 现在的话第二波烧扰 好像是以孟文为优势是吧 战胜的对手 不过呢 战胜其实看着斯盖斯回来是防守了 实际上前线 天王是准备 继续分一个步兵去捎摇一下对面的一个出兵的一个建筑 现在双方的一个形式又属于前线的话 孟文是双英雄 在这不停的杀农民 然后阻碍天王的一个双控的一个经济 但是天王这边的一个选择 又属于家里分四个步兵 去孟文家里的一个主基地 然后不停的拆着一个二本的一个出兵建筑 而且这个出兵建筑被打退了以后的话 这个商店也要被打退 可以看到孟文现在是有点慌啊 慌是慌在哪 他没有一个部队里啊 他的AC不能当一个阻力兵人来打的 但是这边的话 又是被天王的一个步兵给牵制着 五个步兵在前线烧倒的话 其实像这种没有攻击的精灵的话 真的很想说我真是划了一条狗了 这的话不明也是不停在追打着 这种没攻击的精灵 好现在一个节奏是 玩玩圆圆掌握了天王的一个手里了 前面的话是一个双方对骚扰 对换家的一个局面 但现在的情况就属于 天王是摁着孟文打的呀 当时我在旁边看着就说 哎呦我这个去 这个天王怎么打魔兽 打的有点像那个心意人霸的感觉了呀 就属于你来打我的矿 我不管了 我就要把你给换死 现在的话天王从家里直接 拉起了一波冥冰 这一把的话天王没有升级力 他已经是打算用步兵加冬名 直接把孟文给摁出去了呀 像这种比赛的话 我觉得天王真的是越打越有气势了 猫哥回来以后 这边是看着一大堆步兵 一把火一喷 一点感觉都没有 其实现在的话 看一下孟文的一个人口 孟文人口已经告急了 变成一个红的一个人口 这边空有一个DH跟一个熊猫 但是他出不了任何的一个边 加上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 步兵真的是非常非常 凡人的一个东西 加上大法师在这就像一个炮台一样 这边猫哥是要活着被点死的呀 这里大法师是有一双鞋的 好猫哥的话是直接喷死了一个步兵以后 活着被大法师给点死了 天王这里的话 是完完整天依靠步兵农民和大法师 好像是要把这个孟文给摁出去了呀 孟文现在的话是双鞋在 但是他双鞋是出不了任何的一个兵的 因为天王的一个步兵就是拆你这个建筑 反正就是不让你这个建筑起来就行了 现在孟文是利用各种的一个兵力 各种的一个小戏 尽量的打出一点优势 不过小鹿这个东西遇到二级水坝吧 他没有驱散 真的是一点儿比息都没有啊 现在的话 他不是一个肉松饼 他是一个水坝吧 现在天王的一个前线的一个塔 也是直接开始照亮 孟文这边的一个小鹿 是没有办法来一个回血 家里的井水全部是喝完了以后 熊猫也是没办法复活了 现在双BL也是在这儿不停的想惨路 但是呢 前线的一个步兵 是直接把孟文的一个精灵全部击杀掉了 这里看情况的话 这里孟文就剩一个DH 而天王前线是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个塔 加上这个步兵 而且这个大法师随时都可以转头过来 不停的当一个炮台 点杀你 现在的话孟文是看到这种局面以后 直接打出了一个GG 这一把感觉天王真的是打得一气呵成的 一开始的一个术况的一个判断 就判断了 就决定了他这一把的一个战术的一个走向 这一把他不是打的一个常规 打的就是一个压制 反正呢开矿 矿是一个幌子 它是一个诱饵 就是吸引孟文的一个注意力的 现在有的时候职业选手在比赛的时候 会下很多的一个套 而这一把的话 天王下了套 孟文刚好是中了 孟文是看到那个矿 看到那个矿也是没办法 只能利用英雄跟一个AC不停的去骚扰 而天王这一把是访客为主 一般的一个暗夜打人族的话都是属于人族 是皮育防守 然后暗夜可以花式进攻 但这一把的话 天王是展现了他真男人的一个魅力啊 是吧 毕竟几TB的一个硬盘证明了他的一个价值是吧 好 这里的话 天王是利用步兵 是直接把孟文牵在一个家里 然后孟文家里一个建筑死活都造不起来 只能是逼迫自己两个英雄回去防守 结果一防守的话 天王就改战术了啊 说好了三二本打常规 谁跟你打常规啊 家里一波冰冰王里门口一拉 直接是在你家里直接造起一波塔 然后什么月亮锦精灵全部拆包了以后 孟文真的是属于钱有 但是每地方花 商店造不起来 兵营出不了别人 然后活生的被摁死了 好 这一场的话 拿下了以后 现在韩国队就剩最后一个选手 孟文 那个Fov 然后还有一个复活的一个名额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差不多拿着一个赛点了 而且趁手红 打灯笼 天王这个状态 从打令开始 就到打孟文 都是非常非常的英勇的 而且是状态非常的好的 所以打Fov的话 当时我们也是抱着非常非常乐观的心态去 哎呀 毕竟我们后面 是吧 还有个LYC和小T 然后还有一个复活名额 完全不虚 好 本场的一个木盖大神呢 就为大家解说到这儿 在下期的视频里的话 是由SKY对阵Fov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 好 本期视频呢 也为大家解说到这儿了 希望在结尾的同时呢 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个淘宝店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 拜拜